大家好 花友问答第三期来了 记得帮我点赞 老河你好 坐标纽约 又来麻烦您解答疑难杂症了 你这个不算疑难杂症 就是黑班 你要确认一下 确认一下也好 就是黑班 然后你对威越勤勇独钟的话 我得事先打个预防针 浪漫宝贝 你们北方是颜色更红一点 这个跟气温有关系 然后这个白的我们家也有 然后这个条纹的我们家也有 然后这里面所有的威越里面 就这一株抵抗力最好 其他的非常容易白粉病 然后你现在还有黑班病 所以你一定要怎么样 常被杀菌的那个药 老观众 你三合一的用了 有些人效果好 有些人效果不一定好的 看了 你如果效果不好 同样那个牌子去收 杀菌专用的 就没有杀虫功能的 单独的指向性就是杀菌的 你要背一下 你们家威越太多了 要不然你会很头疼的 秋天 包括明年的春天 那就是一团毛茸茸的 像毛像那个黄山的毛豆腐似的 好我们下一个问题 老和您好 又来请教了 坐标德州 你这个性价比很好 今天还看到几颗棒棒糖降价 忍不住买了 红双喜 粉冰山 还有个 英文 翻译成中文叫开心跳跃 你这个品种都很好 大家看一下 然后问修剪 红双喜的棒棒糖 红双喜有个问题 就是容易黑斑的 它在加州没关系 德州可能容易黑斑 你一个杆子上来以后 会好很多 它下面杆子很容易黑掉的 你一个杆子上来 做成棒棒糖 完美 那么你修剪 这种修剪你还是 到时候我家那个 就是 我家那个 蓝色风暴 也是棒棒糖 我要修剪的时候 我出一期节目 你到时候注意收看 好吧 因为棒棒糖的修剪呢 你像这种棒棒糖的修剪呢 就是 除了保证 花掉 剪掉 芒子剪掉 你还得考虑整个行 考虑行和那个 考虑芒子交叉子得兼顾 然后兼顾的同时 行要考虑的更多 更重要一点 那么冰山很简单 用那个电锯修剪也没事的 那么你现在反正还小 就是开完花 卡卡剪了 就以行为主 芒子什么都不用管 冰山是不用管的 不要紧的 包括这颗 这颗可能可以跟冰山一样操作 也没事的 嗯 就是 有特别需要 精简的 就是这颗红霜喜的棒棒糖 好美啊 我好想要啊 我就没见到过我们这边 你来起来还是打折买的 太运气好了 很多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 就像我们家那个 蓝色风暴的棒棒糖 我想再去买 我也买不到 嗯 我们下一个问题 老何您好 坐标 纽约长岛 每天看您的视频 干货满满 收获很多 7月中旬买的牙签苗啊 别急吧 鸭脂水肥管理 40多天过去了 涨了很多 但是 旧脂上没有出新脂 都是原来的脂头上门发的 鸭脂压了 好像跟没鸭一样的 你这个状态啊 本身就是个牙签苗嘛 你这样子已经很健康很好了 我倒建议你不要压了 如果你是春天 我建议你继续压 如果是春天 什么办 你看 里面的 就根部粗状之条的 这几片叶子啊 不是剪 是掰 把它反方向掰扯掉 让它的牙点暴露出来 那么你这些地方就会出损了 然后你这些压在下面 还往上翘的这些啊 你继续把它压平了 把它的顶端的优势都压下来 那么那是我说了 前提条件是怎么样 春天 你现在纽约长岛 你现在出根强损 也涨不了多高了 你现在这个状态 干脆不要压 放任生长 准备过冬 好吗 也不说那么着急准备过冬 你就准备 我觉得你可以准备孕育一波花苞 看一下秋天开几朵花 别看这么个牙签苗 你阳光好 肥水好 你这么个牙签苗 开个十来朵花 也有的吧 秋天能开的 开完之后 花剪掉 枝条 保留 一捆渣 掏个塑料袋过冬 也不要着急 就是在打双来临的时候 套塑料袋 就是在双冻之前 因为纽约我知道蛮冷的 长岛好像 你如果超过零下15度 还是要套个塑料袋的 我觉得 那么如果是冻死了呢 也没办法 但是 枝条冻死了 底下的根部 春天还是会新叶蒙发出来 但是能保护 还是尽量保护 我们下一个问题 很有意思的一位花友 非常感谢你上次给的信息 我按照您做的 您说的做 花真的开始冒损了 好神奇 我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我的花不知被什么整整齐齐的给切割了 叶子是没事的 有一点叶子 坐标北架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 大家还有印象吗 这一个 我说你如果阳光好的话 长成这样不应该的 肥水充足 各方面充足 会好起来的 然后它真的好起来了 整个枝繁叶茂还开花了 然后它当时是有什么 它当时是有叶子上有水痕 它说是白粉病 我说你这水痕没有 不是白粉病 是黑斑病 应该是治疗过了 然后你喷了药以后 治疗过以后 我觉得为什么叶子没有切痕 然后花被切了 你这个就是切叶峰切的 应该是你打了药之后 冒的花苞 所以新花苞上没有药的残留 所以那个切叶峰不切叶 只切你的新花苞 应该是这样 我的分析判断 这个也不要紧 不会危害到它的 而且这个花还能开 就是开出来也是一半 真真其其的 我们下一个问题 坐标 洛杉矶的 就是上次那个最强的 那个叫佐叶的 满分佐叶的 现在鸡蛋花又来问了 鸡蛋花我没种过 但是先别换台 我告诉你 你这个为什么 明明花开得好好的 结果没花了 这个霉红的鸡蛋花 如果有粉色的鸡蛋花 我考虑种一颗 然后变这样 然后我看到你这是盆栽 我告诉你道理 你鸡蛋花不要像月季一样浇水 那么鸡蛋花所需的水也还好 它的杆子都能储存水的 你什么时候浇 每天你到了晚上 等整个盆土盆凉透了 再去浇水 每天浇一次够了鸡蛋花 然后你这个盆能不盆栽吗 就不要盆栽 种在盆里是容易这样 鸡蛋花它的整一个习性 其实和什么是一样的 我虽然没种过 但是它和沙漠玫瑰是很像的 它们是氢气 那么它们也是杆子里面储存水分的 沙漠玫瑰更夸张 像个大花瓶一样储存的饱满 它们杆子里面也都是水分 所以它不能在阳光底下去浇水 很容易腐烂的 整个杆子烂掉 它跟多漏一个道理 都不能大太阳底下浇水的 那么我们加州这几天是太炎热了 现在都四十多度这两天 下个礼拜会好一点 我觉得你应该是太热了 然后变成这样 浇水有没有交对不知道 你如果全部按月季的方法去浇水 对鸡蛋花来说是有生命危险的 包括那个多漏 包括沙漠玫瑰 都是这样的 好 我们今天的花药问答结束 没有订阅的赶紧订阅 你能不能给我一国人的里面吗 希望你能给你一种订阅部分 我有一种订阅都只是更帮助